由岩山鄉公所向國有財產署 爭取土地撥用後 再由水保局次之六百六十二萬元 所完成的登高林道入口環境改善工程 目前已經完成 並為由登高林道促進會來管理維護 除了直載綠美化還有休閒設施 另外停車場的建構 大大解決以前的塞車問題 政府也看到土地很高興 就順便做一個休閒廣場 現在蓋起來 大家更方便利用 去八山的人 車頭要停在這裡 要蓋上去 票面說車輛一直塞去山上 因為勝負的時候 警察明顯 特別車輛 警察和平時來消費 應該差不多十多倍 至二十倍以上的車輛 常常因為停車的時候 造成這個附近 修行的這個車的現象 在兩年前 我們透過公所 來把國有財政局 來擺用這塊土地 將近八分塊的土地 這次由我們的水保局接受 投入六百六十二萬元的經費 來做立美化 並且建立停車空間 這次已經完成 這座停車廠預估可停放四十輛小客車 未來也會規劃臨時廁所提供民眾方便的空間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 將來打破 四十三年前 在這座停車廠預估可停車廠 製造成的